在這裡開始今集的《神爭50年》 節目之中我們繼續請來有麥敬生和張偉國的兩位你們好 大家好 今集我們會講一下社會主義新成就的課題 在這裡也想先問一下張偉國 為什麼你會定這個題目呢? 我記得我們之前講到中國科技成就方面的發展 我們有原子彈、有火箭的研究等等 至於今天的社會主義新成就 是講哪一方面的成就發展呢? 就是講城市建設的 因為我們可以知道 中國長期以來都是處於一個叫做經濟落後 國家貧窮的一種狀態 而這個革命成功之後 1949年的革命成功之後 中國共產黨就變成了執政政黨 為了向全國或者全世界顯示這個革命是成功的 而推行的社會主義路線是有成效的 所以都要給一些成就給全世界的人看 一些實物 除了軍事上那種顯示它的能力之外 當然也要有標誌性成就的建築物 以及要將新中國的新首都建設起來 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 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一個都市 來向全世界全國展示 你看這有幾件事可以說 第一件事 其實你去回顧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 我們回頭去看即使是蘇聯早年的時候 當他剛剛立國的時候 也都完成了內戰之後 局面穩定下來的時候 他都同樣面對這樣的情況 就是要顯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因為很清楚就是說 之所以取社會主義而離棄資本主義 一定是覺得這個社會主義是有可取之處 有一個實際的成果被人看到 這件事是一些實物最明顯的 例如在蘇聯方面有什麼實物展示 如果我們一樣看回我們認識的紅牆 或者一帶周圍的發展 都是可以看到類近的一些大型的建築物 大型的廣場 以至大型的水利建設 這些通通都是當時常用的一些方法 其次可以說的是 講現代化 我們一定不可以否認一件事 城市一定是成為經濟的動力 因為本身如果一個農業的國家 我們要看它去向現代的發展 必然看它的都市化 作為一個新的進展的象徵 即是一個焦點 也是全世界視野的焦點 現在再去看的話 第三就是這些建設 很多時候也真的有它的實用性在 如果你說水利建設 路 以至是機場等等 這些真的有實用的價值在 也是需要建造的 所以幾個因素加起來 當時要達到這些建設指標 也是可以明白的 也有一件事 要補充一下 就是這些建設 流到今天都仍然大部分存在 而且我們去北京如果有旅行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 這個時代的建設 那種的 一種的傾向是怎樣 以及規模是怎樣 以及都反映到當時 這個中國在共產黨的控制之下 或者統治之下 動員能力的強大 嗯 令我好像想起 我們中國人在很久之前 開始建築這個萬里長城 到新中國的時候 我們都有很多 我們今天可以叫做偉大的建設 只要去到北京 你會見到那個天安門廣場 嘩 多磨的大的廣場 是不是就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 就開始去 乒乒乓的做這個 譬如北京城的整個改頭換面 不是那麼早的 最早的時候 將那些貧民窟把它改變 為什麼呢 因為社會主義國家 認為窮人首先受到照顧 在社會主義統治之下 或者人民當家作主 窮人是不應該再受罪 所以在全中國國地先起了一個熱潮 就是要清理貧民窟 為窮人建一些職工宿舍 建一些小的社區 讓窮人可以安居樂業 這是一個重點 無論在上海、北京、廣州 很多大中小城市裡面 都有清理貧民窟 改善水渠、道路這些計劃 但是到了1958年前後 當時是大躍進時期 因為中國準備要面對開國十周年的慶典 所以黨中央 即是中共中央開始要研究 要大規模整頓 或者改建首都和一些大城市 要創立一個新的社會主義面貌 就在那個時候開始 所以我們看到兩個層次的工作 第一個容易做一些 就是清拆的過程 因為當時去看 如果一個已經累積了幾百年歷史的城市 它本身已經有一個基本的規模 如果你真的要改造它 就先要從這個大規模的清拆開始做起 其實我們如果看今天香港的都市重建 都面對同樣的問題 即是舊的不拆新的就起不了 而當然這個清拆過程 就一定是有個選擇性在那裡 哪樣先行 當時來說 象徵著貧窮的 或者是和這個社會主義的美好的形象 相違背的東西 當然是作為第一個清理的對象 然後才去想進一步的規劃 所以當時就說 好像當時北京城市 中衛國會比較熟一點 它住的時間比較長一點 譬如說一些舊式的胡同那類 因為它那個設計 很難再延伸出去有些什麼 所以一定是一個清理 當然大家如果去看 胡同其實很有特色 拆了真的很可惜 是啊 其實就是在最初的時候 1949年的時候 北京市政府 當時由聶榮津當市長的時候 五零年代初也是 這樣就開始規劃這個北京城 當時這個建築 著名的建築師 梁思成教授 就是清華大學建築系的主任 也是著名學者梁啟超的長子 也是著名文學家 女作家 就是才女林輝音的丈夫 就曾經建了一個規劃 就是將這個北京的所謂行政中心 就由北京的舊城搬到西邊的旁邊 即是現在這個復興門以西的地方 即是現在軍事博物館一帶的地方 那裡建了所有的行政中心搬到那裡 而舊城就維持成為一個古老的文化的一個保留區 那樣的 但是這個規劃呢 是被當時的中共中央所否決 而這個北京城的行政中心 仍然擺放在舊城區 那於是在這個五八年以後 所展開的改造城市的計劃裡面 首先就要將這個舊城區 進行一個大規模的改動 那第一個改動 又要拆了很多這個 舊建築物 來容納這個所謂的 新的大規模 一些大型的基建 一些公共設施的建立 例如要建人民大會堂 開闢天安門廣場 建這個歷史博物館 甚至沿著長安街 即是東西長安街 確闊它的馬路 那這個就要拆了很多的舊的食物 舊的屋宇了 而在當時規劃裡面 這個天安門廣場就不是很大的 當時天安門廣場 只是100公尺的闊度 後來經過修訂 就改為現在的規模 有500公尺 起碼的闊度 這樣的情況 就要拆了很多舊屋 包括以前的一些清朝的官府 以前的一些舊的建築物 例如各個利戶禮賓營工各部衙門 也都拆了中華門等等的建築物 來容納這個人民大會堂 以及歷史博物館那種的地盤 所以就令到當時一些比較上 對舊傳統的建築物有愛好的人 感到不是很開心 而另一方面 北京城有很多有傳統風味的胡同 為了要令到這個交通比較暢通 就把胡同上面的那些牌樓 橫過街上有些 雕刻了很多漂亮的花紋的牌樓 拆了它 例如北京有一個地方叫東四 應該叫西四 西四和東四的名字 其實就因為是東四牌樓 和西四牌樓的簡稱 因為那個地方的十字路口 每邊的街口都有一個很漂亮的木牌樓 而另一方面 沿著西四向西那條大街 叫浮城門的大街 有所謂歷代帝王廟 有廟應子白塔 沿著街都有幾個牌樓 但是由於當時的北京市政府認為 這些牌樓造成了很多交通意外的原因 所以全部都要拆掉它 那情況之下 就開始了 這個所謂改造北京城的風氣 有時候我們又說 要改動或改革的代價 似乎最初原有的想法 就是把行政中心遷移 似乎是一個比較方便的做法 但是很難避免人們有一種雜性 就是說經濟和政治的中心 嘗試站在那裡 要人適應這個東西搬去這個地方 不是很容易的 就像台北一樣 台北一直都有建議 因為它是盤地 發展有限 可不可以再建一些在外圍的衛星地區 一直都沒有人坐去 香港呢 同樣道理 我們經常都說集中在維多利亞港兩岸 那時候有建議可不可以向西移動 結果都是不成功的 因為這個就是大家已經嘗試站有一個這樣的習慣 以及中心事實上在那裡 要遷移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好了 如果不遷移的話 要原地再擴充的話 一定是有一個舊遺跡的破損 或者是拆射的那個需要在那裡 當時就是說 大家可以說是一個取易不取難 因為如果你重建新城的話 可能除了大家習慣上要適應之外 其實那個基建上面呢 花工夫也可以說是相當不少 最後選擇了這樣的方案 當然付出的代價呢 就會在文化那方面 除了這個在文化上受到的選號之外 我們還可以看到另外一樣東西 就是這個配合的問題 我們要建立一個所謂有大規模的 或者一個規模弘大的建築群 在一個舊城裡面的話 就會涉及到那個建築群 究竟對這個傳統的北京古城那個面貌 是不是配合呢 是不是一種衝突呢 這樣 當時就沒得說了 因為在毛澤東的立場底下 任何的舊建築 任何的舊傳統文化呢 都會造成了這個新發展 成為現代化都市的障礙物 所有障礙物都要清除的 情況之下呢 長安大街變成一條闊大的街道 而天安門廣場就開闢了一個 全世界最大的廣場 可以容納百萬人的集會 而兩旁的人民大會堂和歷史博物館 都是一些石大無憑的建築群 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就跟這個叫什麼呢 全原有的北京城那個景觀呢 就是有一些所謂的反差在那裡的 而形成了呢 就日後我們見到的北京城就是怎樣呢 新和舊有一個比較強烈的對比 這個現象其實到今時今日你去到北京城 仍然都有這個感覺在那裡 每天要由市場導向我們就應該沒得再說 即是你要探飾也都沒辦法 因為今天就變成了 以往譬如說北京城的樓 它有一個限制的高度 據說紫禁城有張椅子 就是以往皇帝坐的位置 浸河樓又不可以高過那張椅子 這種當然是一個舊 舊說法 不是一個皇朝時代的一個想像 那這種今天我們沒有理由再堅持 與此同時的就是 外國人投資要起樓的話 他們就有他們的考慮 所以變成了今天那個景象 就已經是不再跟當日可以相提並論 但是就對整個北京城那個 有一個大的變遷 這個也是變成了不可改變的事實 新中國成立十多年 在政治上經歷了不少的風雨 甚至是震動全國人民的疾風雷暴 但是無論執政者 或是一般老百姓 都期望中國能夠盡快擺脫貧窮落後 邁向富強 富強的最起碼標準 就是人民普遍溫飽 生活舒適 有保障 兒童健康成長 受良好教育 而老人家就受到關懷照顧 晚景無憂 社會安定繁榮 物資供應豐富 衣食住行 康樂衛生滿足需求 國家有足夠的能力抵禦外母 在國際上得到其他國家的尊重 當然最能夠顯示富強的象徵 就是軍事設施和城市建設 在軍事方面 中國的海軍和空軍 雖然是遠遠落後於美蘇兩大強國 甚至落後於一些亞洲國家 但是自從朝鮮戰爭 擊退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之後 中國軍隊的作戰能力 已經令美國不敢輕視 中國試爆核武器成功之後 就更加成為世界第五個擁有核武的國家 而中國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也大大提升 特別是五、六十年代以來 數十個剛剛獨立的亞洲、非洲國家 將中國視為他們爭取獨立自主的典範 在城市建設方面 新中國成立初期 在五十年代 各大城市的市政府 動員全市的人力、物力、財力 去清拆大片大片的城市貧民窟 建築大批平房式的職工宿舍 受足破爛的馬路 疏通污水渠、搭通自來水和電線 去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 就以上海為例 五十年代初 五十年代初 上海市政府投資六百多萬人民幣 去改善二百二十七處澎湖區的居住環境 令到百多萬居民受益 以北京城天橋附近的龍蘇溝 原本是一片積存污水的污水渠 北京市政府就動員附近居民疏渡污水 平整土地 為渠邊的居民架設電線 將貧民窟改造為整潔的社區 著名作家將當地民眾 為改善生活而努力的故事 寫成畫劇《龍蘇溝》 讚揚新時代的社會新變化 而廣州珠江邊 掃染萬計的艇湖 亦都被陸續安置在岸上平房定居 生活大大改善 其他各大城市的類似情況 亦都手之不盡